你是什么人啊 连诸国志都怕你 别说他一个诸国志 就是十个 也得吓得没了魂 吹疯 你是皇上啊 皇上身边的 太监 叫老公好听点 贴身的 形影不离 谁也想不到 三得子 悄默声的就把八宝周记里逼给装了 那么谭义生也有问题 你什么老公 你是老公 那谁是皇上呢 这一切的开始 还得从猪八皮府上的一场大网说起 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 你这呀 稍吧 稍吧 我 一龄之苦还好啊 这场大火的始作俑者 还真就是猪八皮自己 他知道我来也 已经把账司给偷走了 现在这种行为 属于是亡羊补牢的景气避险 一旁的好女婿哈六彤 信誓旦旦的笃定 看你样子 最近这些怪事 一定都是周铺那伙人搞出来的 不管来自何方 你我都没有退路了 这大伙 直接把府上的家丁 都给惊醒 他们端着盆抱着壶 就开始了紧急救援 都回去 回去 不救了 不救了 老爷让回去 一群家丁是摸不到头脑 可掌握了正确的老叶子 已经下令远处待机的于是龙 带着人民 前往苏州城 咱们的八府巡岸于是龙 接到的圣旨 那就是一个表情包 我要开始装逼了 咱们于大人是心理神会 直接带着八旗大师老 开始哼哧哼哧的往苏州城冲往 而放了一把火后 猪八皮光速提审了 在大牢里养的是飙肥体壮 油光满面的五莱姨 人范 你现在还不招吗 我知大人让我招什么 猪八皮就想搞明白一个问题 我的账策 他是怎么美 人范你给我说说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 我来也表示 可当时就在大牢里了 那猪八皮在一半牢头 虽然咱们牢头 昨天晚上是跟三得子 喝了一碗上 那也得说呀 大人呢 小的昨天晚上能看管牢房 别说是让犯人出去了 哪怕是一只鸡 也别想从牢房里飞出去 既然没问题 那猪八皮就得创造问题了 直接让打我来也二十棍 无视了谭一德的劝告 牙翼扒开后 被猪国志整个人都惊 你说 这些日子你得了他多少好处 牢头一口一个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猪八皮何等样人 怎么当个好玩他不懂 怎么搞钱 他门儿紧 不是帖子 这人犯送入大牢的时候 被打了四十大关 直接就要归西了 现在背上没一点伤 还他娘的生龙活虎 怎么着 他这逆练三重了 打 牢头啥身体素质 我来也这样的大侠 挤棍子也差点成仙了 何况他挤棍下去 牢头就什么都说了 那猪八皮毫不客气 就要给我来爷 也来一顿大戏以挥复书 结果 却被谭义德打断了 按刑律 用刑之人 两次用刑 间隔当在二十天后 本官查过 此人犯 从上次用刑 到今天 才十九天 还差一点 若要用刑 也得等到明天才是 今天明天 有什么差别 刑律的差别 原来 你也慢慢学会当官了 既然从谭义德手持大清律 作为英国武器 那猪八皮 只能决定从三得子这里下手 而此刻 他的宝贝女儿朱小云 已经决定 要跟迷人的老头私奔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能说 小丫头坠耳的一批镖 差点让康熙的微服私访 提前结束 好手法 如再快一分 现在第一个哭的 是你家小姐 那朱小云冷貌美 只是说 相风何必曾相识 归远一日 倾尽了我一生的快乐 我到此也就够了 怡飞看了 心有感受 又是一个可怜的痴情姑娘 朱小云本能地感觉到 眼前这个迷人的老头 来历不凡 也是借着这个机会 求得给夫妻一个机会 我会以死相谢 不能不能 这正言周铺的剧情 先按下不提 被拉去上堂的三得子 马上就要挨打了 先打二十杀威棒 再行梦花 看着猪八皮的行径 谭义德的道歉 算是彻底崩溃了 他本就是个穷出生 得了气云 也并没有觉得官有什么难做 这几天下来 他算是明误了 当个好官不义 可这打人的公堂 我实在是做不下去了 说罢了 把乌纱帽 往桌子上一放 便要离去 最后 他凝望了一眼 猪八皮头上 悬着的四个大字 明镜高悬 这一戏话 亮亮堂堂 让三得子 都给他拍起了手 天道昭昭 一点都不错 只要你有这个念头 那就算对了 三爷 没看错你 去吧 这官帽不带 就不带 将来换个大的 三得子那双手 往后一背 这一刻 属于是什么 属于是 得天帝 双手背后 孤身面对万古 镇压身前的诡异 瞅着三得子 这么装逼 猪八皮抓紧时间 下了糖 子子气息 那么一看 既然知道了 三得子的身份 那周铺主人 就呼之欲出 既然如此 咱们的猪八皮 就要走上极端 直接把三公公 压了下去 而这个时候 正元周铺里 叶子也向朱小云 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没错 哥就是 戴清国至高无上的 皇帝陛下 爱心觉罗 想你的夜 听见心上人 有如此想法 叶子表示 万万不可 你是你 你爹是你爹 你爹是坏人 你是哥的心肝小宝贝 这不一样 你现在大道理 一是一二是二 说得如此清楚 可是情理 为什么就说不清楚呢 朱小云的意思 很明显 你知道我爹是坏蛋 你还跟我处备下 你早干嘛去了 这天下 最说不清的 就是一个情字 朕初见你是极为沉迷 几乎要把这次 出行的目的给放下 你要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姨妃 你问问法印 你问他们 问他 你问他 我不当问 我 我天天在澳洲 是吧 法印这一个战术前移 直接把小桃红找不会 小桃红窃切地表示 不要找红红 黄红很早就睡了 黄红不知道 我知道 但我不想说 话到如此 为了留住朱小云的心 玄子更是要把小云收入后宫 而他哈六童也杀了过来 好啊 都在 自打你进了苏州府 爷我就一天没有安生过 今天 我非亲自杀了你 我非亲自杀了你 逃周和 谁也不会想到 苏州管内哈六童 要把这个军事 对此 姨妃的评价为 大胆 哈六童 西安一位乐伯 八号不三号 听见姨妃 那一口地道的满语 哈六童不屑一顾地笑 现在说自己是满人了 大鼻涕流嘴里知道帅了 车撞南墙你知道怪了 山竹唇被捅出来 你知道悔改了 哥们今天告诉你 甭管你是汉人其人 还是祖国人 哥今天杀定了 在这苏州城 我就是第一杆棋 小的们 给我拿下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放展哥 请法印 只见法印一声怒号 杀生卫护生 斩夜 非斩人 只是亲客 小的们就倒了一片 一飞这一飞镖 彻底控制出了场面 叶子面露微笑 小兄弟 你是汉人 正黄旗 满洲 如今的汉人 真是大不如从前了 说罢了 老叶子大不留心地 走出了州铺门 咱们法印 直接搬出了一张椅子 叶子坐好 已经坐好了装逼的准备 底下有多少是汉人 给我站住 你是什么人 敢跟我们这么说话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老叶子 就要大慈大悲地告诉你 为了大清不被破坏 贯彻碍于正义 哥就是穿梭在大清 各地微服私访的 戴清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 黄金马捕身大大僵尸 收复台湾之人 无三贵的破笔人 隔二单的命中克星 野生的鸡娃鹏膜 求死夺己的幕后黑手 大清第一杀七马 野生的猪卷杀手 微服私访爱好者 打了给武私人玩家初代目 唱成原路起的新疆代言人 卫水斋的知名榜一大哥 爱心觉罗 爱你的夜 这哈六童到底是外强中干 你手上有兵了 此刻大喊一声 你说你妈呢 老叶子已经开始进行演讲了 合情理念就是 时代不一样了 天下不是满人的天下 也非汉人的天下 是各民族之天下 所以 在齐的满人 要团结汉人 不可视自己高人一等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就在此刻 隐在暗处的猪八皮 对黄金马桶上的大僵尸 射出了案件 暗中观察的猪小云 则对老爹投掷出了飞镖 两个人双双倒地 躺在叶子怀里的猪小云 瘫痪这一响的温存 或许只有这时候 这个权倾天下的皇上 才是完全属于他一人 到此 朱家一门 妇女双亡 旧嫁来迟的于世龙 得到了皇上心情不好的消息 那牢里的几人 画风可就愉悦得多 这太监有了 皇上又是谁呢 那么牢房几人口中的他 在给祭奠完猪小云后 也开始了本单元的结算环节 首先是犯下贪婪傲慢 色欲等罪孽的哈六童 而正言周铺也被叶子 还给了原来的老板 有了老叶子 这一波明星效应 那周铺里的焦量 是嗷嗷往上涨 就是由老顾客表示 味道没有之前地道 那么预知后始如何 欢迎长眼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